根据国家安全理事会的规定 落实行动管制令的地区乘车人数 需是车型还有载客量而定 不过目前同样落实行管令的吉兰丹 由于疫情升温 州政府就决定收紧行管令标准作业程序 规定除非是载送病人 否则一辆汽车最多只能够两人共乘 另外为了应付暴增的新冠病例 但州政府也决定在哥达巴鲁 增设州内第八所隔离级治疗中心 专门收治无症状的年长患者 为了遏制不断升温的新冠疫情 吉兰丹州政府决定不跟大队 而是进一步收紧行管令防疫条规 将乘车人数限制在两个人 掌管地方政府房屋及卫生事务的 吉兰丹行政议员伊扎尼指出 按照警方和卫生部官员的监督 基于有越来越多人 不把防疫标准作业重续当成一回事 当局决定限制供车人数 限制民众外出 只有再送病患的轿车才有护免权 吉兰丹是从4月29号开始 二度延长行管令到这个月17号 根据丹州政府最初公布的 行管令标准作业程序 乘客人数原本是以车型和载客量为准 而这也和国安会最新公布的防疫指南一样 但由于民众的遵守度不达标 当局决定收紧管制 有鉴于州内确诊病例不断攀升 医疗系统不胜负荷 丹州政府决定在哥达巴鲁 丹州国家文化及艺术礼堂 设立州内第八所 隔离及治疗中心 专门治疗无症状年长患者 预计可收治150人 在辙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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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辙外其中的 因为我们一直在辙外的辙以级 尤其是、辙外人或辙外类的人 和辙外的接近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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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在米岛 这些人是他们的人 塔顶尼亚,一,二、兙的 之级外、亚外以为 另外 根据网络媒体当今大马的报道 过去两个星期 竟然有17.4%的银发族 没有按照预约前往接种疫苗 根据吉兰丹卫生局长在尼虎仙 在4月22号到5月4号期间 共有8106名热灵人士预约接受疫苗接种 但竟然有1411人爽约 根据报道 按照估计截至5月7号将有另外4164人接种疫苗 卫生局呼吁所有登记者按时赴约接种疫苗 吉兰丹也是继沙巴之后 疫苗接种登记率最低的周数 截至5月4号 吉兰丹只有328568人 相等于26.7%的人口已经登记接种疫苗